明天的軍方議事選舉出白的理由 發動政變 如果選擇 這個明天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總統拜登是來強調 美國科努又一次回合對明天的制裁 聯合國到後面是要求明天的軍方 要是來討伴因素關於人數 同時要尊重明天配勝選舉的意志 日月初日早 明天用功走路 也是很平常 沒人好軍事政變 如果是免電跟泰國的邊界 因為免電跟風 出於禁止泰國在環北的火車一間 出於開後通行後也出現車條 就算免電受到奈比多也這麼平常 雯山書記說所有全國民主聯名 中部也沒有人好過癮 不過當地的非政府做這行業是這麼歡樂 這是奉承未來進行的平常 將對免電軍方出於 鄉鄉出現大型的機動 美國總統拜登出於是發表生平 雖然沒有確定說出正面的日 不過 讓軍方尊重免電 十一位設備選舉結果 也晚上是 美國科力的隨時 虧好對免電的制裁 如果是在香港秘書局也 透過發言人 讓免電軍方 雖然包括國務主角 雯山書記 總統文明 頂頂四十個的政府鼓掌人員放出來 歐盟是免電無情第三段的無意當判 不過對免電是西部起金軍 歐盟是免電軍方 雖然沒有嚇到把公共的人數放出來 更坦白說免電現在就是正面 感謝出銷第十五目的動法關係 也要觀察 雯山書記 蔡英也發聲明基礎 已經將款五十多年免電軍政府 等待想要重新實行独裁通地 以免電民族不能接受 站出來控制軍方出動的政變 那若是大附圖鄉兵家 要的免電入開放的入行者作人 在在知道免電政變後 也因為說不知道 時才可以回去故鄉 恭喜新聞 儘管競爭 在敍電 以及其中榴